九新与鴻泰两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考量到县内救护资源不足 所以也发挥取自社会用自社会的精神 分别捐赠了四台及一台救护车辆 与随车救护工具来给县府消防局派钱使用 我们陈董事长常讲一句话 说钱这个钱不是他赚的 是员工是厂商 就是我们工业商客户帮他赚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钱就是 就是陈如刚刚现长讲的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 对他来讲这句话他体认更深刻 那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来发光发热 对这个社会在一个人能够做多少就是多少 来回馈给这个社会 那透过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 让我们这个社会感受到更多的关怀跟爱 本日上午于县府消防局前 也由县长林明珍主持下隆壮办理捐车及表扬仪式 县长也感谢两家公司业者的公益精神 并表示这五台救护车辆 将妥善的分配给多个消防分队来太救换新 提升县内救护品质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这两家公司分别 给我们监睁五辆的救护车 那么我们就分别给我们必兴消防分队 还有热毯消防分队 还有蓝头消防分队 另外还有爽文消防分队 比较老旧的救护车来给他们换新来使用 相信对我们救护工作能够迈进一大步 对我们的患者 受伤者 能够赶快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医院来帮他们急救治疗 南脱县消防协会理事长先议员洪明科 对于两家科技公司捐赠救护车的善举 也表达诚之敬意 并期许借此能够使县内救护规划更加完善 让县民的生命更有保障 在这里真的感谢我们九星公司和红泰公司 今天来给我们南岛关西红教 来刀卡手 来关旧火车 给我们南岛西红教来钓皮 在这里阿康担任到我们消防协会理事长 深重来给他们感谢 我们所有的泡沫人员 都总是最优秀 最认真 尤其这两间公司的导致 相信未来南岛会越来越好 借由此次两家科技公司所捐赠的救护车辆 线内救护资源也获得显著提升 也期许能有更多企业响应 一同为社会大众做更多的服务与贡献 记者鲁依凯南投采访报道 框由来之后 在镁出品 上远 朗尼封 待述 葱总 詞 李显盛 感谢观看